2023南洋媽祖節以海陸巡鞍 庇佑南洋為主軸 9月22日起展開為期三天兩夜的海陸繞境活動 縣政府也推出相關優惠以及即將活動 廣邀全國民眾來宜蘭體驗獨特的宗教文化 就是我們這一次有做一個 就是我們優惠600名的民眾 一起跟著媽祖來做一個海上的巡航的部分 因為我們有另外在設計一個 就是五個即將區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所有的報名的參加的那個遊客 我們會用那一張即將卡 那即將卡就是我們會有五個地方可以蓋章 那即滿五個章我們會在天造宮 就是第三天的中午在天造宮這邊 我們可以來兌換一個紀念版的衣服跟帽子 今年的媽祖文化節9月22日早上在南天宮舉行海巡起駕大典 然後由66艘船附送媽祖進行海巡 幾點左右來到烏石港 在海陸會鄉大科儀之後 進行三天的陸巡活動 沿途設有20個平安符以及磚轎角的地點 讓鄉親感受媽祖神恩 我們的9月23、9月23、9月23這三天的 有任務跟我們南天宮共同時代表我們媽祖文化節 我們有海巡、有海巡、還有我們的海巡、暗巡、海巡、暗巡 有車巡跟步巡 車巡的部分可以說我們的眾議院也好 或是他山鄉也好或是無界鄉也好 可以說這就是我們的車巡的部會 因為我們這三天而已 他要往成熟 或是可以說 我們也希望能夠出位這個 我們這個台甲嬤還是白沙層這樣子 那我們才四年 今年是第四年 可以說他都久了十年、五六十年了 所以要來實際成熟的時候 我們也希望可以繞地 在離鄉旅門也讓我們繞地 我們媽祖給我們撞 縣政府希望透過媽祖文化節 促進線內觀光旅遊以及產業的商機 並且讓民眾體驗嶄新的媽祖信仰文化 也歡迎大家一起來宜蘭迎媽祖保平安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星採訪報導 喔